大马著名物译创作歌手飞道尔 近日在韩大校内举办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校园坛唱分享会 除了分享新专辑之外 更是为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旅程 在分享会当中 飞道尔提到自己的音乐启蒙 其实是周杰伦 更因此陈一度自称为J 他也提及自己由于自小接受中文教育 所以才会主要以中文进行创作 飞道尔也逗趣地分享 其实阿拉斯加海湾和早点回家 都是因为和前女友分手后写的 以阿拉斯加海湾走红的他表示 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过 这首歌的反响会如此热烈 他说这首歌曲一开始分享在社交媒体时反应停淡 是直到抖音上有人分享后才达到之后的成绩 飞道尔表示 在阿拉斯加海湾走红之后 他曾一度因为接下来的歌曲成绩频频而十分沮丧 后来他更因此创作出了新歌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落 表达自己经历巨大落差后的心境 不过他特意在歌名最后留下了一个问号 寓意着接下来的道路仍然有希望 人生起起落落落 那起起呢 我来认真讲一下 起起呢 就是在阿拉斯加海湾爆红的时候 就你觉得你的整个音乐生涯就是在起 好像谁都打败不了你这样子 然后来 然后我就发了一首歌叫买菜 然后我就移谋了 然后结果也没有太多人听 但还是有人听啦 还是有人喜欢 但是就是没有像阿拉斯加海湾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想很多事情 你就会开始撞了一些墙 然后你就觉得 好像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那么顺遂 那时候就觉得阿拉斯加海湾爆红就是一个起起 然后落落落落落 就是可能就是我 其实那五个落可能就是 就是包含了我这两年的所有的迷茫 所有的瓶颈 所有的可能当初的自信突然消失掉 所以这个五个落就包含了这两年的所有的情绪 然后问号其实是 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起还是会是落 那一个问号是我觉得就是未完待去 我想要拍这支AMV 我想要很赤裸的让大家知道 有时候到最后只有你自己 不一定今天你所努力的东西会被全世界看到 有时候是到最后只有自己在为自己鼓掌 有时候只有自己在为自己撑腰 当被问及未来的计划时 菲道尔表示自己还是有所野心的 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透过国内乐坛发扬光大 不需要借助国际的平台 让我国人民认识他的音乐 菲道尔也现场演唱了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落 Hey I like you a lot 阿拉斯加海湾和早点回家 过程中他也不忘与观众日情的互动 幽默的言词不时引起红堂大笑 韩大新闻记者采访报道